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 地区 语言 肤色 宗教信仰的 只要你有心来行善助人 欢迎您加入慈祭的大家庭 向今儿的特别来宾 王秀美师姐 就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这是她四十多年前 秀美师姐在这里 当年念高中 跟着同学还有修女的合照 当年的她十八岁 非常向往当一位修女 要行善助人 可惜爸爸不答应 一直到了结婚之后 带着儿子到南半球的澳洲念书 才在那个地方认识了慈祭 并且慢慢地慢慢地圆满了她 行善助人的梦想 想知道秀美师姐 如何做到正言上人说的 要有宗教情操 不要有宗教情节的自在生活 并且在慈祭里面 越做越欢喜吗 答案就在影片中 一起来欣赏 对已经有上百场演讲经验的王秀美来说 任何有关健康的议题都难不倒她 从饮食 疾病 保健 她都能侃侃而谈 你看这个图啊 你们家有没有这样出现 感恩节啊 要吃火鸡啊 结果全家人都在怎么样 低头足 都在那边手在那边话来话去 一直就在对面不讲话 用蜡在那边传来传去 有没有 我先生是骨科医师啊 他就说啊 将来这些低头足啊 颈椎会有问题 手腕会有问题 有包括食物的陷阱啊 包括现在青春期男女之间的一个心理的一个 生理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都会不断的 阴阴的告诫我们的这个大爱瑟的同学们 就是说当你如果说不方便或不好意思问的 也可以在他的部落格里面跟他分享 各位炸鸡啊 还有我们的什么 嗯 珍珠奶茶 你知道那个香肌排都是蛋鸡 加了打了很多的荷蒙 变成肉鸡 卖给这些店里面 很便宜卖啊 所以你买的觉得很便宜 可是里面裹着面粉 因为如果那个高温的油炸 里面有多少的荷蒙脂肪 所以呢你看8岁女生得乳癌 也不喝一定要 然后呢 然后呢要什么都会运动 对 然后但是10天可以吃一次零食啊 10天吃一次零食 没差没差没差 他已经克服他的口运 还没加入慈祭前 王秀美曾担任护理长 也曾在学校教学 甚至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证照 多年来累积的食物经验 让他的演讲更加丰富 叫新鲜的没有人工的 请秀美师姐把我们带到健康的地方来 那我们请秀美师姐健康与硕食的分享 时间长短那最短会给我10分钟 最长也有120分钟 所以我就是要把时间调控好 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经验啦 面对不同年龄层有不同的议题呈现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 每一场都有新的经验分享 让台下听众永远都有新收获 我们的腋下淋巴 那再来就是敲胆筋 我们除了吃还要运动 这很简单的运动 你可以走路一面走一面敲 两个手一起敲 力量要均衡 不能用一只腿粗一只腿细的 那筋就在我们大腿两侧 两个手一起敲 你可以在公园也可以弯下 伸奶精敲到我们的膝盖的位置 如果在家里把脚抬起来 看电视都可以做 睡前做是最好 这可以增加我们脾胀 胆肌嘛 那肝胆相造嘛 所以增加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免疫力 这个很重要 现在就大概一起敲一堆打瞌睡了 我就会不断的update我的一些内容 那我也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福田 让我不断的去找资料 我相信我不会得这个老龄失智 因为我一直在在学习迷迷 要给更多的人更多新的知识 在我人生过半百的时候 我才接触到慈悸 才跟慈悸的姻缘接上了 那之前我好像在临床当护理长 在护理学校教护理 那甚至移民之后也到处健康讲座 好像这些都在蓄积我的能量 王秀美说 50岁加入慈悸是一个分水岭 50岁之前似乎是为慈悸做准备 现在正是发挥良能的时候 而且有了慈悸的法语滋润 不只要分享身体健康 更要从心灵层面着手 上人说只要原生不怕原来的慈 只要找道路就不怕路遥远 在秀美师姐的身上 我们真的看到了 她把这句话落实在她的生命里面 50岁以前都是为了做慈悸而准备 对不对 而今天这几位亲友团 都是你慈悸路上的好法亲 第一位是您目前的和气组长 我们的江灵珠师姐感恩 江师姐是一位非常资深的慈悸委员 委员编号2957号 你知道队属发挥了 更要把这样的法喜跟秀美来传承 除了凌珠师姐之外 另外一位就是我刚才开场讲的 远在南半球澳洲认识的慈悸人 我们的丁许和子师姐感恩 特别从澳洲墨尔本回来了 感恩你 那也要谢谢你 在我们心愿的这一出大爱剧场里面 也看到了 跟您有非常好互动的 黄丘梁师兄今天也来了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OK 就让师兄你看 就是这么的轻欢念存 那就是这样的关系 大家会汇聚在一起 因为物与类聚 您刚时去这个南半球澳洲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接触慈悸了 还没有 对 就是有参与慈悸的活动 我去了澳洲以后才接触到慈悸 在那个时候您觉得慈悸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是一个慈善团体 对 因为那时候我到澳洲是非常孤单 那我朋友就介绍一个叫怡君 林怡君的委员 他不断的来关怀我 就说跟我一起来做志工 就到残障学校 那时候我心里还有一点障碍 障碍什么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我觉得慈悸是佛教的 那他说其实我们行事还没有分宗教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就加入了这样一个志工团体 后来我看大家都穿制服 我就问怡君是 我可不可以穿蓝天白云 那我就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你穿便服 是 我都尽量穿 那时候都穿便服 还没有制服 那在后来有好几次的活动之后呢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师姐家的车库 我们办茶会嘛 那时候雅美师姐还有千惠师姐 也从雪梨来我们的墨尔本分处 来关怀我们 那时候千惠师姐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知道你是天主教徒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上人三位好朋友是修女 那我们在祷告 我们在唱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可以练哈利路亚 就让我觉得 真的啊 慈祭怎么那么棒啊 所以我们慈祭是慈祭宗 任何宗教 任何肤色 都可以加入这样一个慈善团体 所以那时候我就打开了心结 赫然开朗 加入慈祭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你原本自己绑自己的宗教 要怀抱了宗教情节把它打开了 要怀抱了宗教情操 因为上人说宗教宗教 生命的宗旨 生活的教育嘛 你可以用你的专业跟大家分享 如何吃得健康 如何活得快乐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我们的丁妈妈 儿子师姐知道说 这人这么有才华 回到台湾的时候 你到他家住啊 你就勉励他 是不是 你怎么勉励他 我就跟他说 这个慈祭 这个世界很好的 那你也应该出来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来给你介绍 一位师兄来带你 他就很高兴 就近关怀的地方 当时带着儿子到澳洲念书 真的是举目无亲 那慈祭人给你关怀 给你力量 总觉得能付出 能参与最好 所以当儿子学成归国 你跟着回来之后 丁妈妈觉得 你在台湾这样子空过日子 也不是办法 所以就介绍邱郎师兄来认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邱郎师兄在仁医会这个领域 冲锋陷阵 建议很多人一起来参与 刚好他有这方面的医学背景 对 真的是 你会报哦 对 这个是才是所嘛 所以刚好他 我看到 一看到他我就感觉很有姻缘 因为看他又清秀又美丽 叫做秀美嘛 哎呦 所以说啊 这个一进来以后 我就发现 他是 他的专场在哪里 就由专场先导入进去 哦 他越讲越 因为刚才正在吹动 心速食疑 哎呦 所以说啊 这个在很多慈景会啦 在这个 这个领导的这个议者呢 他讲得很欢喜 也要他的师兄方医师啊 也一起来 所以你看着他做着做着越来越做 越欢喜的同时 你当然不能一直让他做志工嘛 对对对 你开始勉励他鼓励他啦 赶快那时候就开始要让他由这个慈激的外面进来慈激的理念 哦 所以要开始要让他来培训 你怎么鼓励他 你明明知道他是天主教徒啊 对啊 天主教徒 但是我也假装不知道 哎呦 所以假装不知道 后来一会儿我就跟他讲说 哎 我们上了 因为他当时啊 做得很欢喜嘛 我们上了 你要不要愿意不愿意做上了 第一代弟子哦 他一听到第一代 你就是发亮 哦 第一代弟子 他说 哎 啊我说第一代弟子 你先来这个受证 培训啊 受证 你会上年 会亲自给你受证 对 这个就是第一代弟子 那你听到崔良师兄这么讲的时候 听说一夜之间你醒悟 就决定要答应他了 对 因为我也是受到崔良师兄的这种感动 因为我发现他也是很发心 在仁义会这个领域带动我们做了很多的福田 对 不断的开发各种福田 像街友啊 还有到那个 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 外澳的一整 对 那到淡水三支的一整 我们都都在参与 那他真的让我感受到说 来加入这个大法亲的这个家庭 真的是非常的好 有付出也有收获 不只在这个医疗专业上面啊 各多的部分 包含小家庭的健康 他也照顾得好 我们常说啊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年一天之际在于晨啊 那早上最要 最重要就是要 吃一顿营养健康的早餐啊 怎么吃啊 我们的秀美食也是专业的 请来学习哦 请看 那早餐很简单 我们要吃的比较自然 所以我都尽量用那个 比较粗纤维的全麦面包 那我也喜欢用我们的五谷粉 因为芝麻 比较不能够小把洗手 可是芝麻糊呢 把它磨碎之后 或是买现成的 它里面有很多的钙 还有铁 是含糖的五谷粉 我喜欢加一点这个芝麻粉 芝麻粉或芝麻糊都可以 一点一小茶匙的这个粗榨橄榄油 那这个好的油可以让我们的那个 剩下我们好的胆固醇 面包里面我喜欢撒一些坚果 做成一个抹酱 这个抹酱我们夏天做凉拌也很好 那或者是凉拌菜啊 抹这个吐司面包都是很棒的 坚果把它打碎啦 敲碎以后 教大家怎么吃健康早餐 这可是王秀美每天 为两个宝贝孙子料理的早点 不过在她的菜单里没有鱼肉 也能有丰富的蛋白质完善营养 因为她已经如素 藉由医疗专业以身作则告诉大家 素食能够更健康 而加入此剂后 改变的还不只是饮食习惯这一样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接触修女比较频繁 那时候我就很羡慕这种出家的生活 所以我高中就毕业想当修女 可是我父亲说 你读完大学 如果你还想当修女再说 18岁那年的梦想没有改变 修行为人服务的愿望 却能在现在实现 虽然夫妻俩都还是天主教徒 但除了圣经之外 佛法经典也能相容 那我看了我们的上人的经文之后 发现跟我们的圣经是相容的 而且它包的更大更广 因为在基督教来讲 只有地狱天堂没有轮回 在佛教来说是有六道轮回 那对我们这个人生是更好的一个警惕 好好休息 我现在就觉得我每次穿的八枕道 或是去共修出所 我就觉得我好像就穿着修女的衣服 然后在路上呢 有人看到就会跟我们说 阿 阿弥陀佛 我觉得我喝的很冷 那我是穿上这身 忍辱衣物 更要好好的修行 修女也是修行 我们当这个慈激委员也在修行 那我就觉得 我就好像原来以前要当修女的梦 宗教大爱的包容 也让王秀美以大爱精神为人群付出 不论是哪种身份 把爱传播出去 就是两者共同的理念 因为我有一次开车 碰到几年情况 我就说 圣玛丽亚 观世音菩萨 我有问过师父 师父说很好啊 你左右护法都有 所以跟我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所以我也有观世音菩萨 也有圣母玛丽亚 不管是圣母玛丽亚 或观世音菩萨 其实都是要救苦救难了 对不对 您现在就在做这样的工作 用您的双手 您的双脚 有苦人走不出来 我们就走进去 对不对 需要疼惜都要复位 我们就用我们的手 温言软语 给它力量 给它温暖 对不对 真的在慈祭里面 原来你当修女的梦 确实 您这个从小听说 家境就不是那么的 富裕 所以父母的信仰天主教 其实跟当时的环境背景很有关系 是 因为那时候台湾接受美元嘛 对 您又是家中的老大 老大 下面有六个弟弟 所以那个时候您真的是要 想帮忙分担佳绩啦 对 那时候我父亲就说 有那么多的孩子 有那么多的弟弟 你要好好读书 考上公立学校 可以减轻家庭负担 那时候我记得小学 我也没有钱补习 也没有钱买参考书 可是我有个目标 要好好考上一个公立学校 那时候我就考上了国防医学院 还有试大 我比较结果读军校好像更省钱 连制装费都不用 而且还有零用钱 那我那时候有个心愿是能够当白衣天使 当护士 甚至呢也想当老师 结果就在国防医学毕业之后 我都做到了 现在临床做了大概十年 后来又去做护士 您当时为什么对于穿着一身白衣的修女 这么有新生向往呢 对 因为我接受到那个汪修女 她本身也是湖北人 那她讲话也是轻声细语 然后她的声色啊 那我都觉得很羡慕 那她本身也现在也是辅任大学的一个教授 那也在他们的阳美修院旁边有个医院 她也在里面 那时候我家里环境不好 要考大学 我都是住到修院去 在那里她提供我一个读书的环境 所以我就觉得说 能够修行是多好啊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读完大学 应该就可以完成 可以当修女 可是读大学的时候认识我的学长 就是方中医 我家的师兄 那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就去见了这位修女 修女说很好 天主也不是希望大家都来当修女 要有特别的圣招才能够做的成修女 所以组织一个家庭也是得到天主的祝福 懂懂懂 修行绝对不是离寻所趋的 是要走入人群 是 深入人群才能够看到人间的疾苦 是 那您这个念的国防医学院 也在军医院服务过 又是家中的长姐老大 所以那样的领导风格 应该跟进来持续之后要以和为贵 有些不太一样哦 对 确实有改变很多 因为家里是老大要管六个弟弟 那在国防医学院的时候功课也不错 所以我自愿申请到花莲的陆军总医院 对就在我们的花莲机场对面 那因为成绩还不错一来就是当护理长 所以也是要做护理行政 所以那时候就养成自己一种 讲话什么都很缺 就是很像 常常会打断别人的讲话 然后会很诠释的来处理一些事情 但是进入磁器后 我发现自己要有所改变 那样 对 好 怎么改变 我们先请丁妈妈来回忆一下 是啊 当年在澳洲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欢喜快乐付出的志工嘛 对 当时真的有如他说的 有这么一点点比较强势 或是这么想要大家听话的感觉吗 很佩服很佩服他 他讲话的语气也低调了 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强势 我讲的算 我只是先生 他真的 我都看在眼里的 他真的百分之一百的转变他自己 所以磁器世界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你今天来啊 特别的意义就对了 要见证他脱胎换骨前后的不同 对 那你看您建议给邱阳师兄 邱阳师兄又不偿失又回归落实在天母 你当然更看住他 既然承担之后 他就要学习广结善缘了 没错 我也看着他改变 真的 就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大型的读书会 那我就请他来当司仪 那在社区我们在练习彩排的时候 就也有一个和气组长 另外一个和气的和气组长 他就说宣美师姐啊 你会不会撒娇 然后呢他就知道他主持的这个读书会 他的口气不能太阳刚 然后就一次一次练习他的口气啊 他的声色就一次一次的柔软下来了 所以你都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 我们还要更上一层楼 对 包含刚才丁妈妈讲的嘛 行善行孝 婆婆接来住 这个老实讲 对许多欢喜要出门做志工的人 可能会是一种牵绊 但是你把它当作是即时当下 应该要有先后顺序的这种排序 对不对 是 OK 还把孙子照顾好了 特别是他家的媳妇啊 等一下您看影片 对您这位婆婆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怎么说呢 请看 常常在大来台看到婆婆在上面的表现 就觉得哇这个是谁呀 可是在家婆婆就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那在电视台可能就是会 比较专注的就是讲求她的专业的道理 可是在家就是我们的妈妈 然后会用好的方法 另外的方法 跟我们讲正确的东西 不会那么强势 可是我们慢慢的都能接受 非常谢谢我婆婆 然后在 就刚刚婆婆讲这段过渡期间啦 或许是之后也都是这样 就是婆婆非常的关怀我们 然后为我们照顾小朋友 让我们在工作上面 可以很放心的去从事 那也不用担心小朋友会 会照顾不好或什么的 我婆婆在 我们相信小朋友都会照顾得很好 做决定非常明快 很快进入状况的人 然后让我们在 不管是说在跟她 一起共事的时候 或者是配合的时候 都是非常的清楚的 就是说很容易去执行 而且我觉得她相当的体谅我们 这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在慈禧里面的 那种善解包容 我觉得她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生活中多的知足 多的感恩 多的善解 多的包容啊 就能够与事无争 与人无争 事缘理缘 人更缘 广结善缘 对不对 某医师呢 其实我们的缘也很深 因为我们走过了这个离岛啊 走过了很多的疫诊 那她每次看诊的时候 真的她很有刺激人文 事病如今 事病如今 而且她会非常的弯腰低下 来看病 所以她每次的那个身影 所以她每次的那个 那个身影 让我们都非常感动 那我几次跟她提到 她就说 让给我一点时间 给我一点时间 那我不晓得这个时间 是什么时间 但是我感觉到 当这个秀美师姐已经进来之后 是 我相信她有感受 所以有时候我 有一次我跟她在碰面的时候 她说时间快了快了 那我想呢 把握人员 她能够早日进来持继 一起来为人力会来付出 好我们来欢迎方医师 在小龙年的这个尾端 马到成功了 最后观众朋友 我们的秀美师姐可是 这个健康管理师 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 如果像你一样 都六十多岁 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感觉 如何身心都健康 简单的为我们分享一下 好不好 是 那我们说摘戒是 身心你都要摘戒 那所以呢 对啊 当然我们现在都在推广素食啊 因为现在真的肉都有问题了 那吃素当下也要吃得很均衡 是 那均衡的这种素食 好 蔬果 尤其是五色的蔬果 可以滋养我们的五脏 是 那我们真的年轻又健康 然后可以长久走这个 慈祭的这种菩萨道 嗯 所以要吃 吃得健康 听要听善法 听好法 然后要好好的落实在生活中 对不对 所以感恩一二三四四位菩萨 来见证秀美食器的改变 祝福大家事事如意 安心睡快乐吃 欢喜笑健康做 每天拥有人生思法 感恩大家的爱的接力哦 善的循环感恩你们 祝福